PO出警局盜案通知書 暗游是妨害名譽 受韓人一頭霧水 明明是想替孩子主持公道 為何卻反而哀告 我看見我孩子一搏一搏走向 我的心就已經碎了 家長站出來開記者會控訴 就讀國小五年級的孩子 遭到霸凌長達兩年 對方竟然還是在國際間 獲獎無數的競技小國手 家長和受害孩童 鼓起勇氣向外界求助 沒想到卻立刻遭對方提告 也讓知情的製作人汪宜欣 忍不住痛批 霸凌者會這麼囂張 都是因為有怪獸家長 連旁觀者都看不下去 原來涉嫌霸凌的小國手遭控訴 從前年9月就陸續 對多名同學施暴 家長提出申訴後 小國手竟然還被選為模範生 接受學校表揚 讓被害學童難以接受 如今案件曝光進入調查 但家長會卻難以認同 認為當時家長開記者會 是擾亂學校正常運作 擠壓校內多數學生的受教權 為維護多數權益及校方名譽 也將訴諸法律 像齊全政府做追查的時候 所得到的回復那個樣子 怪自己學校校方自己啊 為什麼要拖塌 為什麼用這樣的方式在做調查 所有這些東西才會造成 這事情越鬼越大 透過學校管道申訴無果 才決定挺身而出 卻反遭提告 妨害名譽 被害家長無法接受 孩子心理的傷 恐怕也難以撫平 進行的傳統會張信志 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